男人团体Gradu前成员岁珍 近日发行首张迷你专家Gashi正式solo出道 今天所属经纪公司透露 岁珍因为受霸凌争影响 在南韩不会进行相关打歌活动 暂时先以海外活动为主 会多加利用社群与粉丝们进行沟通互动 岁珍与2021年初遭网友爆料 指控他在国中时期带头霸凌同学 消息曝光后立刻引起高度讨论 虽然岁珍否认校园霸凌 但珍越演越烈 Cube娱乐只好宣布将岁珍退团 并在隔年与她结约 岁珍成绩两年重新以solo身份付出 让许多粉丝相当开心 之前岁珍受访时也特别提到等待她的粉丝 很对不起也很感谢大家 会更努力活动让大家更常看见 未来一起共创更多美好回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